对不起大家,我太久没有直播 我按错了,我要把镜头转过来 结果我按到那个完成,关闭 真是对不起大家,没有关系 这一段也一样是正能量满满 所以我的朋友赶快回来,然后赶快分享 这是宇阳老师私密的画室 第一次公开 以后会不会再公开呢?不一定 但是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装扮 现在我们就从屋子最里面 进门的地方来 大家看,我的背后是门口 我希望我不要再按错了 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看这个房子的格局 但是我有很多门脸还没有来得及挂 你看这个是刚刚我的秘书刚帮我装上去 我跟他说我想要紫藤花 他说老师你的浪漫情怀比较适合 我是粉红色的 所以呢,他们给我粉红色的 好,那这一张餐桌呢 其实就是我的野餐桌 野餐桌 这个已经跟了我十几年 就是以前在我的画室 谢谢你们都回来了 感谢,感谢,感谢大家 赵晶晶,谢谢你 好,那这里有一个储藏柜 我真的是太满意这个储藏柜了 因为这个储藏柜的一边呢 是鞋柜 鞋柜 然后大家记得哦 你如果你要放鞋子的时候啊 你的鞋子千万不要 怎么讲 你的鞋子啊 千万不要放超过 来,跟大家讲这个鞋柜 好,一般的家里的鞋柜 为了要保持空间的 好好的利用 是不是都会做这么高 没有关系 你可以做这么高 但是一定要记得 鞋子毕竟它是接地气的 你要让你的鞋接地气 所以呢,你的鞋子呢 不要放超过我们的胸膛 最好在腰部以下 最好在腰部以下 好吗 可以在腰部以下 好,然后里面有个储藏室 那现在躲着两个美女 好,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可怜 你们两个不用躲 不会让你入镜 不会让你入镜 放心,我的两个秘书 一个资深秘书 因为他们很怕入镜 我不让他们看到镜头 没有事 你们出来透气在里面太闷了 出来出来 我要介绍我的那个 那个看不到你们 看不到你们 好,我现在转过来 这里有一个储藏室 刚刚因为刚刚搬进来嘛 所以刚刚有一个储藏室 这么大 哇,是不是很好用呢 好,然后呢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 一间一间来看 我怕你们没有看到我就会 那个,所以呢 好,那你们两个可以离开 我现在要照那一边了 我要保护一下 我的米俗叶他们太美 怕被大家看到 好,现在呢 我不要按错了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屋子的风水 你看它是面向整个公园 你看有没有很赞 真的超开心的 我真的 我闷了好几个月 你们都看不出来 因为 不管我心里是怎么样的 我都告诉我自己说 没关系 会有更好的 会有更好的 好,等一下大家可以问我风水的问题 好,你看这个就是我面对的公园 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在做的烟工 这样给大家看可能会更清楚 你看我下面用的是什么香粉 其实我没有很挑香粉 可是通常我搬新家 都会用 你看我这个,因为我这个是一桶 那我这里面有龙竹甘露香 有摩尼堡 还有般若智慧 因为我觉得智慧对我的创作呢 是很有帮助的 好,等一下跟大家聊一下风水 好,然后呢 因为我这里没有供奉神明啊 佛啊都没有 那所以呢 我就把以前我们法会的结缘品 哎呀,所以我们法会结缘品是不是超好用 好,就是这个法会的结缘品 然后就放在这里 然后这就是一个烟供炉 那这个烟供炉我们有心精炉 因为我这个是打样的 好,我们这是打样的 你们知道我不管是跟大家分享烟供炉 或者是烟供粉任何东西 我自己都是用很久才跟大家才推出的 所以呢 我的炉都是打样的炉 所以你要买跟我一模一样的是没有 所谓打样就是他当时打了这个样 但是我没有很满意 所以呢 就没有生产 也不能说我不满意啦 有时候你只能挑一种 那我觉得台湾人呢 对心精 不要说台湾啦 马来西亚、新加坡 我只要是华人对心精都是最不陌生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把大家最熟悉的心精 烟供炉推给大家 所以我就把这些谈成 因为它太密法 一般人是看不懂的 但是真正学老密的 就是学藏密的 他们要爱死我这个样品炉 多少钱我都不卖 因为全世界只有一个 好,那这里我来翻过来 给大家看这个屋子的格局 好,那这个是它的客厅 那你可以看到客厅的部分 你看,我这个柜子 很可怕的柜子哦 来看看看 全部呢 都是一些 你看这么厚的图画纸 看到没有 这个有在写书法的人 有在画画的人就知道了 然后呢 这个柜子打开 都是我的作品 以后呢 有机会呢 也许我们可以来 意卖啊 或者是 我们南部莲花宇要盖庙了 这都是我过去的作品 那近期啊 这个有能量化的 什么是能量化就是这样子的 这就是能量化 就是一种流动 就是这是一种灵感的创作 就看今天你的能量化是要怎么做的 然后也有这么小片的 我为什么当时做这么小片呢 我就是想说如果这样子意卖的话 价格很便宜 大家会不会很喜欢 好 那这个是我一月份在中正纪念馆 画的那个画展郁金香 这里就是有一点 这个能量化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能量化 那这里有几幅作品 这一幅是已经完成的一个田园的风光 然后这个呢 白肚母是我还没有完成的 还没有完成 那这个呢 是刚画好的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画画 所以就只有画一些素描 那这个也是还没有做好的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整个我的应该说 整个大客厅我就拿来做画饰 就来做画饰 然后这个柜子呢 是以前我们门市的柜台 他们不要的 我就拿来用 所以我没有买完 完全没有买到任何新的家具 完全没有买到新的家具 全部都是旧家具的废物利用 然后我跟大家讲 我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画饰 是因为我的材料多到你会吓到 你会觉得我是不是在开画店 来看一下 看一下可怕吗 来看一下 可不可怕 来来来来 这个呢 就是画能量化的 那个流动化的压克力的颜料 不止这些啦 那这下面呢 这个呢 是画那个花卉的漂亮的 比较昂贵的压克力的颜料 有分的 然后这个印章 那是我写藏文书法的 嗯啊哄 这个是写藏文书法的 好 然后呢 这个也是压克力的颜料 你看这么多 我早期的创作 这是我油化的颜料 油化的颜料在这里 当然还不止这些啦 你看到这些都是压克力的 然后你看我的笔 我的笔还没有整理 你看我的笔有多少 然后我的墨水 还有很多没有开的 日本的 没有开的 我从日本买回来的 像我写那个藏文书法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金色的 这是在日本的 那个美术图书馆买回来的 你看日本的 好 这个是我的画室 然后底下 哎呀太多了 还有画画的一些工具呀 道具呀 实在太多了 你看比这里还很多 好 好 那这个房子的好处就是 它每一个房间呢 都有风 都有那个窗户 窗户就是风水的意思 因为呢 很多人他之所以事业不顺利呢 是因为他没有阳台 没有窗户 比方说 呃 客厅没有阳台 然后客厅怎么样没有阳台 因为他把它外推了 其实如果你的空间运用够的话 最好不要外推 因为当你外推了 就把你的前途给推掉了 所以呢 呃屋子尽量不要外推 万一已经外推了 你要怎么办 你要把能量补回去 什么能量呢 就是它有个阳光的能量 所以你可能要补的是 比方说绿色植物 绿色的植栽 呃或者一些流水的东西 当然如果你已经把它并进来了 你也可以放一些纸巾洞 让它能够持续拥有好的能量 好 那这边呢 就是我的小餐厅 小餐厅 然后呢 这个桌子呢 这个椅子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是原来在阳明山 财宝天王的 前面的那一个椅子 因为呃 我需要 然后那里用不到 我就把它拿来了 所以这里的家具全部都是旧的家具 然后大家看一下厨房 那我这里有个缺点 呃 屋宅有个缺点 就是我的门 刚好对着厨房的门 来 大家看哦 我现在站的是大门的位置 然后呢 你看现在看到厨房的门 对不对 这样是不OK的 那这个时候 我可以有两个选择 怎么做呢 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呃 这个地方呢 再放一个屏风 隔一个玄关 可是这里的空间 反而比较狭窄 所以我选择第二个方案 第二个方案 就是在厨房的门口 挂一个门帘 挂一个吉祥的门帘 这么一来呢 就可以化解了 那这个厨房呢 的空间也很好 但是一定要挂门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厨房的外面 又有一道门 看到了没有 这样子就是等于 它的后门 对着这一道门 这个就门对门 对不对 这个格局基本上 你就一定要加窗帘 对不起 加门帘 一定要加门帘 那因为我才刚搬进来 所以我还没有加门帘 然后呢 这个饮水机 是今天刚装好的 其实就是因为 今天要装 呃 饮水机 所以呢 我下了节目 换了衣服 赶快过来 然后呢 这是 呃 我现在有点渴了 可以喝个水 好 大家可以问我风水的问题 然后呃 我呃 很多人都问我说 呃 要不要吃钙片啊什么的 其实我才去刚做身体健康检查 然后那个检验师说我的骨头是25岁的骨头 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那我今年60岁 我喝了这个气泡水喝了9年吧 喝了9年 我真的觉得它的微量元素呢 帮助我很多 然后现在不是在推销 现在是教你们怎么生活 那这个多分呢 你看 你现在看到一半对不对 我刚刚喝掉的 这个呢 也是我觉得呃 对我来讲保持我的精力 让我皮肤变白 然后让我一直有 很好的元气 的大工程 那我就这样把它加进来 就这样加进来 有时候有些人会认为 我好像一直在推销东西 其实不是 你错了 呃 我其实不太需要推销东西 我有一个很 很好的公司 我有很好的经营团队 其实我是不需要出来卖东西的 但我真的觉得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 所以喜欢的 再来 呃 然后不喜欢的千万不要太勉强 就是我觉得人要开心 我卖东西要卖的很开心 分享也要分享的很开心 然后你们接受的人也要很开心 这个能量才是对的 如果能量不好也不要 大家不要太勉强 嗯 好这是我的厨房 然后呢 我很需要一间厨藏室 所以呢 我现在给大家看厨藏室 呃 老师的厨具旁有窗 是不好会的 等一下我来回答好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 好这是我的厨藏室 来大家看看我的画布有多少 来看一下我是不是需要一个画室呢 啊这里这里是部分作品哦 其实呢 我内湖有一个呃大仓库 呃 对不起我喝了气泡水 喝了气泡水之后的五分钟 最容易打嗝 呃 我内湖有一个仓库有七百平 然后其中有一间 就是全部储存我的画作 还有我的藏文书法 那这里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好那现在就来回答大家一些风水的问题好了 我知道这个时间可能有些人要煮饭 有些人要吃饭没有关系 你们离开没有关系 呃你们都走了 我都还在哈 没有关系 那你们愿意陪我我也很开心 好那今天我因为去摸摸电视台帮一个好朋友 是我们呃 是我们呃 宇阳慈善基金会的荣誉董事帮他站台 然后呃 节目结束了 然后我这个新的画室要装饮水机 然后我就赶快过来看看呃 这个装的如何好好那我们现在来问大家啊60岁对我不小心讲出我的年龄 对就是开心就能开运 然后老师吃什么好用什么好 其实我都会呃不吝啬的跟大家分享 可是有些人很好很相信那用了也得到很多的好处 有些人会误以为说老师你是生意人你在卖东西 所以呢呃他就会不接受那不接受就没有关系 我们都随缘我但我还是很希望大家都好 所以我还是会讲好不厌其烦的讲 好有开画展开过啊我在法国巴黎开过画展 然后也在呃国父纪念馆呃国父纪念馆是连展呃跟我们的黄教授的学生师生连展 然后也在中正纪念馆呃今年一月份的时候2020年的一月在中正纪念馆也开过连展 好谢谢你们如果呃知道我这么耐心的这个这个跟大家来分享你们会真的会很化作要怎么防潮要除湿啊 好要除湿有开画展有如何看老师的才卫来我叫大家看才卫呃名才卫就是45度角所以我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好我回到我主我的入门的地方这是我的门看到没有 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门很脏但是因为这是我租的房子我又不能把它换掉好45度角在哪里刚好在冷气机对不对 但是冷气机不是我装的是房东装我不能把它拿掉可是我可以来装柴位那我已经把柴位留下来了留下来了看到大家有看我有站一个空位在那里哈就是准备要来呃做一些布置 所以我现在站在这里这样子45度角的位置就是我的柴位就是我的名柴位那我现在还在想我要来放什么东西哈还没有想好但是不管怎样进来就是先做烟供然后呢外面的烟供也是我里面的烟供你看我就随便拿一个盘子 用烟供粉这是很真实的嘛这没有办法这个临时弄因为你看这个这个卤我已经用很久了好这个卤我就是呃到那个比方说我就放在我家的后阳台那这里因为新房子我还没有准备来得及准备卤我就把这个卤带来然后就这样子供地基组 所以你看这个桌子就低低的当然它也没有很低了它在我的腰的位置在我的腰的位置好所以呢呃你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桌子高度好来呃做烟供也可以好好家里的柴位好那通常呢柴位一个条件就是它要有两面墙 有些人的柴位呢都是透窗子是不行的比方说 好现在看出去哦好教你们哦比方说这里应该也我这个画的地方应该也是个柴位可是因为它的后面是窗所以这样就不能当柴位了那反过来看另外这一边是很标准的柴位 因为它两边都有墙壁形成一个直角有没有看到这就是柴位而且很标准你现在看到我放一个那个那个架子铁架子在这里就是还没有想好要布置什么好OK好租房子房子漏雨漏水当然要要修啊好餐桌在厕所下面怎么解决 诶我会想想想你的问题是什么餐桌在厕所下面餐桌怎么可能再次哦我知道了是住楼中楼或者是透天房子对不对那厕所的底下当然不要做餐桌比较好但是如果是房子一层一层每一层都是不同的人你就不用去管 如果是自家的话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不要做餐桌 不要做餐桌你可以比方说如果厕所的正马桶下面一定不能做餐桌 可是如果是浴缸洗脸台比较没有关系所以你会避吗就是你把马桶的位置避开就可以了 好真的很年轻吗其实是我还没有卸妆 我去那个摸摸电视台回来还没有卸妆好谢谢大家 我是对我是中医博士我是台湾中医师检电考及格的 我不是医学院毕业的我高中毕业拿了一个皮箱就来台北当用人 我是一个白手起家而且是一个孜孜不倦于学习的人 所以如果你们跟着我我的讲话我的思想我的养生你就会变得健康又快乐 我不敢期许让你多赚钱但是跟着我肯定可以赚钱的 你就是常常要保持一个开心开运要与人为善 然后心里有一些负面思想的时候想尽办法把它除掉 透油念忏悔也可以烟共也可以拜佛也可以都很好 每一个方法都是很好的而且现在还在萨嘎达瓦月 就是还在怎么讲还在功德月还没过你还有机会 吃一餐素都是功德你知道吗所以这是最简单的 所以不一定有钱才能做布施也不一定有钱才能够做布施 OK当然有钱的人你更有机会做更大的布施 好谢谢鞋柜材位要点灯材位一定要点灯鞋柜不一定要点灯 当然如果你的鞋柜刚好在玄关而你的玄关很暗的话那是不行的 因为玄关代表我们要出去跟别人交往也好谈生意也好的一个重要的关口 玄关呢又名气口气口什么气呢才气所以玄关一定要亮而且要香香的 那我的玄关有一点不够亮啊大家看到吗我的玄关也还好啦 但是如果我要前途更光明我要把画卖掉高价卖出的话我一定要再装一个灯 否则呢卖不到很好的价钱我的画以后呢也会卖但是我就会因为长治莲花语要盖莲诗店嘛 那要花那么多钱一定肯定不够钱所以到时候就是我最爱的画我也要割爱 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些功德主愿意支持老师然后他买我的画我把他的他买画的钱拿去盖庙 或者捐给慈善基金会大家都在做好事 所以大家赶快努力来存钱一起加油 OK财位一定要点灯财位你就可以放聚宝盆 那有些人财位很多人都放盐灯没有很好 因为盐灯它是你只能把它当光明灯来用 你只能把它当光明灯来用是很好的 因为盐灯一旦不点灯它就一直流水那会变成一种漏财 所以盐灯呢就不建议用在财位 那你如果用到财位也可以但是呢你就不要把它熄灭 你最好把它换成LED灯然后就一直让它燃着 让它一定要有一点温度 但是又怕LED灯的温度如果不够没有办法支撑它 它也会融化的 好来再来我要问什么 卖水果的生意不错但是存不到钱 这个呢我跟你讲 有可能是因为啊 你家里的房间的风水的问题 比方说我们女人要能够守住财 但是要让老公能够赚很多的钱 就是要左青龙右白虎 女生要睡在右边 躺下来的右边 男生要睡在左边 这样子男人赚钱 女人里家这样是最好的 如果女人去睡了男人的位置 那女人就会很劳碌很辛苦 好 看我很年轻是不是 惨了现在我讲我多少岁 所有的人在线上都一直觉得 我有点后悔我讲了我的年纪 因为我觉得啊 这不是炫耀 这不是炫耀 我是抱着很感恩的心情 因为我之前一直以为我有心脏的问题 因为我有缺氧的问题 后来我到振兴医院终于最后检查出来了 其实我的心脏是很好的 那为什么会有心肌缺氧的问题呢 是我天生有一种小毛病叫做心机巧 可是呢他不会要命的 他只是你太劳累的时候会给你心悸一下 或者胸闷一下 可是他完全不会什么心肌梗塞之类的 所以我去检查以后我就很放心了 那我觉得我们人呢 没有办法决定自己要活到几岁 我也不能讲我能活到几岁 因为无常嘛 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料到的 但是 但是 我们可以让我们在有生之年是健康的 是快乐的 是开心的 很多人呢很省钱 比方说我介绍他喝多酚啊 气泡水 他都觉得好贵好贵 可是你知道吗 像我这样子年纪的人 竟然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医生也说我都不需要补钙 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是要感恩 那这个是我长期养生的成果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开心的 特别是 我以前大概是我在命运好好玩的那个时刻呢 我也养生 可是呢 我没有找到好的产品 比方说没有牛蒙多酚这么好的东西 我就已经很会养生了 我吃了很多的中药 我该调理该针灸我都做 可是我一年还是会感冒三四次 当然也有人说一年感冒三四次是很好的 因为可以提升一下免疫力 好 anyway 我因为工作量很大 我没有办法感冒那么多次 那我喝多酚之后呢 我真的觉得一年大概感冒一次 有时候一次也不发生 那我是希望一年至少有一次的感冒这样子 蛮好的 也借机会让自己休息 那跟我同年龄的人 老实说 三高的 长期慢性病的 眼睛不好的 耳朵不好的 牙齿不好的一堆 其实你好好养生 你会发现呢 我们的生活品质会很好 像我32颗牙到现在没有一颗注掉 32颗都还在 我这个年纪哦 真的很感恩对不对 而且很多人羡慕我头发很多 头发多是因为我有夹那个一点点玉米夹 那我自己的发量我觉得还OK 我会很注意 就是有一阵子我的头发会掉 我就把洗发精换掉 后来我为什么自己出洗发精 我不敢讲我的洗发精多么的高级 但是因为我没有加一些什么细菱啊 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自己要用所以很纯净 但是呢 如果你的头发髮子不好洗完会很涩 一定要认识 一定要加护发素 好 并不是说老师的东西很好 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然后就都不用用护发素 不是这个意思 还是要用 但是它很纯净很天然 洗完是很干净的 好 所以呢 我觉得不管是头发的保养 头脑的保养 像我去某某电视台 有时候跟他们开制播的时候 那一堆主持人在跟我开制播的时候 他们看我看手机说 老师你的字怎么没有放大 我说为什么要放大 他说 老师你看得到那样这么小的字吗 我说看得到 而且我还可以念给你很清楚啊 因为我眼睛很好 我眼睛很好 那我只是有一点点近视 所以我上电视的时候要戴隐形眼镜 可是我下节目呢 我就会把隐形眼镜拿掉 像我现在就没有戴眼镜 因为我没有戴眼镜 我才看得到线上有多少人 然后你的留言是什么 好 对 我带给大家就是正能量 厨房门对门 门帘要挂哪一个门都可以 那我的建议呢 是挂最外面那一道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厨房门 不但后面有个阳台门 前面又有这个大门 所以它变成一条穿堂扎 穿堂扎的时候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择 就是放中间 放中间 门帘放在中间的意思呢 就是阻断穿堂扎 所以呢 我就应该要放 我旁边有个厨房的门 大家看到了 这个黄色米色的门 就是厨房的门 应该要挂在这里 因为它刚好是整个穿堂扎的中间点 不是两尺中间点不是这个意思 是门有三道门 形成一个穿堂扎的时候 你可以选中间的这一个门来挂 那就阻断了前后的穿堂扎 是不是很方便 那很多人买门脸的时候 会买很漂亮的短短的 那个是没有用的 那个是装饰用的 你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挂一些装饰用的 但如果是要对风水有帮助的 一定要过我们的腰 甚至最好到我们的膝盖 这个才可以阻挡 而且你的门脸呢 中间不可以剖一半 有些人说 老师你的门脸是很好 但是你的门脸中间没有一条线 我们要进出很不方便耶 然后他就要去买中间有一条线 那个叫破财 所以如果你家有门脸中间是一条线的 赶快把它换掉 当然如果你不是为了风水 只是为了好看装饰 那就没有关系 如果为了风水好 一定要用整块布的 好 那如果是我 我就有时候就是会进进出出 那个叫好运连连 这个是门脸的 好 大门可以挂八卦吗 大门如果没有任何的门冲 比方说大门没有对着别人的大门的话 不需要挂八卦 但不是不能挂是可以挂 只是不需要用到八卦 通常八卦都是说 家里附近有一些嫌恶设施 比方说有杀猪的 有坟场 有宫庙 有教堂 就需要挂那样子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挂什么呢 石像自在或者是屋内卡 是最好的 每经过一次还可以消一次的业障 好 那接下来 谢谢大家一直赞美我 办公室的柴位要怎么看 办公室的柴位 柴位也是一样 但是关键就是柴位是一个直角 那这个直角的背后呢 都要是墙 我再举一次的例子 然后大家再看一次哦 好 比方说这一个角落 是不是也是一个柴位 但是它一边是墙壁 然后一边是玻璃 这就是破财 好 所以我们反过来 这边来看看 冷气机底下 是不是刚好两片墙 两片墙的都没有玻璃 这个就是好的柴位 好 那房间的柴位 那我就破例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房间 好吗 好吗 这样会不会牺牲太大了 不过我还没有布置啦 所以应该没有关系 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一个房间的话 你的柴 哈哈哈哈 我的秘书在里面 好 我现在没有像你们 我现在像我 好 好 我现在给大家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柴位 有两个柴位哦 好 这个是我45度角的位置 我铺了一块地毯 大家有没有看到 宇洋老师也是要桃花的吗 所以要铺一块地毯 好 那这里就是45度角 可是呢 因为这上面有个梁 有没有看到 所以呢 我必须要在这个梁底下呢 先挂一个五地钱 或者是一个五地钱的葫芦 那么就可以化解这一个墙 但是没有关系 我下面呢 可以摆一个柜子 或者摆一个纸巾洞 那么这样子呢 纸巾洞是不怕这个梁的 好 那你如果放聚宝盆 就会怕这个梁 就一定要用五地钱 然后另外一边呢 我还有形成一个非常好的 你看 又是一个角落 有没有 这个角落呢 也就是一个 看到我的波吗 我准备在这里诵经 被大家看到我的秘密了 虽然还没有布置好 但是呢 我想说我有时候画画画 累的时候啊 就可以在这里啊 你看我这个波都还没放好 给大家听一下正能量的声音 许愿哦 这个波是我从印度带回来的 我非常的爱这个波 然后我在家念经 或者帮你们祈福之前 我都会敲一下这个波 会让自己的心下来 然后跟宇宙的磁场的那个声音 呃 共振 那像我这里有个厕所 对不对 我也要挂一个门脸 还没有挂 因为我刚搬进来 连门脸都还没有挂 因为这门脸都是 原来旧的门脸都是破的 但是好的是 外面的景观 呃 真的非常的无敌 西南是女主位 可是缺了这个角落 怎么办 你可以创造这个角落 你可以用镜子 你可以用镜子 把那一边的 另外一边的好的角落 给借气借过来 那又或者 呃 比方说我这个地方缺了一个 呃 来看一下 我这个地方是柴位 对不对 可是他一边是玻璃 那我要怎么做呢 我要怎么做 可以让它变成柴位呢 很简单 我可以请这个装潢的设计师呢 再把这一 这一道玻璃 把这一道玻璃 帮我把它封掉 用木板把它封掉 好 用木板把它封掉 就可以 呃 就可以让它恢复 变成是一个柴位 假设说 女主人是西南方 是女主人的位置 那缺了一个角 你要去创造那个角 所以你可以在那里 摆一面镜子 好 或者你可以在那里 挂一幅画 或者挂一个窗帘 好 那代表什么呢 呃 就代表说 嗯 那里就是一道门的意思 好 一道门 一道柴门的意思 好 大家很喜欢看我的紫藤花吗 其实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 但是其实还没有完全布置好 还需要一些绿色的叶子 好 然后再回答几个问题 我们就那个咯 买东西要懂它需要再买 对啊 是啊 好 财位45度角 是左边看过去 还右边看过去 有些人会有两个财位哦 左边看过去也45度角 右边看过去也45度角 但是我就没有这么幸运 所以你看哦 我现在回到门这里 来 我的大门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哦 我的左边是45度角 我有个财位 对不对 很棒对不对 但是我的正前方就是穿堂萨 有没有看到 外面有阳台门 中间有 呃 卫浴 不是卫浴 不是厕所 那个厨房的门 然后我还有我站的门 所以我必须要在厨房的这个门呢 挂一个门帘 可是呢 我右手边就没有财位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你的房子打开门 左右都有这个45度角都有一个财位 那恭喜你叫做双财库 代表呢 你可以至少有两个 呃 不同方面的收入 也代表你的正财跟偏财都会很旺 呃 柴卫可以摆放水晶玻璃花吗 可以哦 当然可以哦 气泡水可以当开水饮用 还是要加什么 呃 气泡水可以直接喝 那我个人呢 会加一点热开水 喝起来是甜的 你试试看就知道 你直接喝气泡水 你只是觉得好喝而已 那这个气泡水呢 如果你喝起来有一点酸酸的 代表你的肝不好 如果喝起来苦苦的 代表你的心脏不好 喝起来如果咸咸的 代表你的肾脏不好 那你喝一段时间会改善 会改善 我刚开始喝的时候 第一口是苦的 呃 这个是十年前的事 那我现在喝都是甘甜的 特别是我如果加一点热开水 呃 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不喝常温的水 冬天我只喝温开水 所以我喝气泡水一定会加 呃 家里的这个饮水机的水 一方面呃 是温的 对我们的体温比较好 我喝水通常上下不超过12度 好 最冷呢 就是我的体温的 我体温是36度 下面的12度就是24度 如果我喝常温的水 大概是20几度 如果我喝热水 就会再加12度 所以大概48度左右 这是我平常喝的水的温度 好 那当然冬天有时候会喝5-60度 特别喝咖啡的时候 那当然温度就比较高了 那喝咖啡呢 呃 像我下午午后都不能喝咖啡 因为会睡不着 好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但是但是 自从我喝了阿里山咖啡之后 我真的整个人真的觉得 哇 真的是那个能量爆表 呃 不管我下午4点5点 喝阿里山咖啡 我都一样可以睡得很好 呃 后来我研究了 原来就是新鲜度的问题 好 国外进口的 毕竟时间很长 很长才到台湾嘛 那自己本土的真的是不错 对 好 所以呢 呃 刚刚已经有人知道了 我今年已经60岁了 已经进了耳顺 耳顺之年了 60岁是我耳顺之年了 好 那呃 我不敢讲我保养的多好 我相信人外有人 一定有人保养的比我更好 毕竟我也是工作很操劳的 我是每天都在想事情 都要做事情的 而且大家也知道我的兴趣很多 就是我没有一天是停下来的 但是我这么马不停蹄 我还可以维持很好的体力 跟很好的健康 我真的觉得跟养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如果大家很愿意跟着我来养生的话 呃 我在YouTube 有做很多节目 但很奇怪 看的人很少 如果我讲招财的方法 或者我讲生肖的运势 或者我讲开风水的 就看的人很多 可是我讲养生的 就是看的人就很少很少 甚至就觉得这个我们不在意 可是你知道吗 有一天你也会老 有一天你也会生病 如果你有养生养得很好 真的你会比别人舒服很多 就算你一样得了生病 一样跟人家一样生病 你也不会像别人那么的痛苦 好 好 不讲了 不讲 一讲 大家又有在卖东西了 好 明材位上面有厕所 当然不理想 呃 你所谓明材位上面有厕所 是楼上嘛 对不对 那你一定要在这个明材位上面 挂很多的 化纱的东西 甚至最好有一支销 就是我们吹销的销 那不然就是你要挂很多的五地钱 然后石像自在 很多都要挂 因为那个煞气比较重 财位放金姬母 当然可以啊 你是不是去南投的子南宫 请的金姬母 当然很好啊 放在财位是很好的 然后你如果去南投请 那个什么子南宫的 那个什么金姬母 也很适合供奉在你的佛堂 也是很好的 烟供一定要放屋外 没有没有 你看我烟供也放屋内 我这个就是烟供啊 只是我用的量很少 放在屋外我就烧很多 放在屋内是 就是放很少 因为不然它会很熏 你自己会不舒服 不是行不行 是你舒不舒服的问题 好 然后柴位对角厨房的透明落地窗 要怎么处理很简单 如果你的透明落地窗很大 你只要封掉一小部分就可以了 那现在不是有流行一种贴纸吗 就是你可以去什么 好像HOLA IKEA是不是有卖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知道很多设计师 他们没有办法改变风水的时候 他们就会用那个 如果你刚好是一扇玻璃窗 那你就用我们家的门帘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是一扇玻璃窗 位置比较大 那你可以用那个雾面的贴纸 你可以选择各种图案的把它化解掉 这样听懂吧 38岁吗 感恩 谢谢你 好 知道自己家里财位 当然名财位是最好找出来的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要看八字 如果你们有要算八字的话呢 因为我现在服务的比较慢 所以如果你们有耐心等我 就是算八字 我也可以帮你们算 那我自己的团队里面 也有很多命理小老师 比方说我们客服的小老师呢 每一个都有命理的基础 所以你问他财位 他们也会回答你 这个是免费服务的 OK 住在日本的立珠你好 竹银科有心经的手链跟项链 平常都可以戴着吗 当然啦 那就是护身保平安啊 听老师的佛曲 诶 赞赞赞 诶 你们知道吗 我在那个每一天的工作里面 有一部分 我就是把自己奉献出来 像我的弟弟帮我做很多的佛曲 然后我们录音 甚至我们合唱团 王大川老师也改编很多 我的佛曲录音 然后甚至拍MV 都在YouTube的 宇洋乐活家族 都是免费给大家看的 但老实说看的人不多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接受 真正正正能量的东西 正能量的东西真的可以让你很好的精气神 让你满满的开心感恩 然后你的运气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呢 这个有时候观念很难扭转 不过没有关系 慢慢来跟着宇洋老师一步一步 老师有佛曲 不要说你们需要听 我自己每天都要念经 每天都要听佛曲 早上从八圣吉祥起请文开始 连诗七句起请文 然后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我在家一个小时我就放一个小时 吃素也是很大的功德 没有错 而且呢如果你没有吃素过 你可以先从早栽开始 早餐是最容易吃素的 然后呢你可以吃奶蛋素很方便 然后你也可以吃肉边素 锅边素 反正呢不要太执着 就是你心里没有想要杀身 也是很好的功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洗衣机在白虎边不太好 洗衣机呢 为什么不要在白虎边 因为白虎边是不能有洞的 那洗衣机会一直动来动去滚来滚去 所以呢你可以在你的洗衣机的上方 多挂五地钱 多挂五地钱来平息一下 好 我怎么保养 我有入很多穴道保养的 还有我的运动的 也会陆陆续续在YouTube 所以大家先去羽阳乐活家族 多给我按赞跟订阅 然后订小铃铛 谢谢大家 灯要一直开着吗 看哦 如果你是你家的财灯 或者你们家 就是每一个人家里的客厅 都应该留一盏灯 那这个灯你可以买LED的 比较省电的 那其实最好整个晚上都一定要开 白天不开没有关系 它晚上一定要开 好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是不是 请地母宝瓶很棒 其实地母宝瓶不用执着一定要放在柴位 因为地母宝瓶是放在哪里都可以 而且地母宝瓶就是要接地气 那我非常高兴我上一次 无意中就讲到说书胜月可以大家可以请地母宝瓶 那其实地母宝瓶有两个请法 一个就是像我租房子我就一定要放地母宝瓶 但因为我才刚搬进来所以还来不及准备 下次都弄好了再给大家开一次直播让大家看我是怎么布置的 地母宝瓶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贡献就是布施 你可以请一个地母宝瓶是供在我们长治莲花雨的莲施殿的地宫里面 那是生生世世的功德 那因为萨嘎达瓦月呢是下个礼拜一还是6月21号最后一天 所以大家只要在这个书胜月去发愿 就算你还没做也没有关系 你在书胜月发愿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有发愿就有利 有愿就有利知道吗 所以就可以完成你的梦想 OK好 财位可以放食感当吗 财位不要放食感当 除非你的财位得冲很多 食感当是要放在那种有冲气的地方 比方说你刚好有门煞或者你前面有大楼压到你 或者你的阳台看出去刚好是宫庙或者是医院之类的才需要 你家对面家的石柱对着你家的大门像这个就可以放食感当 那你可以挂除账卡可以 然后在家挂一个十项自在更好 我知道我们最近好像有十项自在是免费赠送的 你可以上网看一下 全省门市都可以问得到 如果是租一个房间的话 要怎么看自己的财位和玄关也很简单 你从你的房间门看45度角 那就是你的财位 好 那第二个财位呢 就是跟你们平行的地方 但是财位的条件就是一定要有个直角都是墙壁 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怎么看玄关 那进门打开门 那个不是会打开门 不是45度打开吗 那一个一屏以内的空间就叫玄关 大门开在旁边 是否只有一个财位 对 通常是这样 我这个房子就是因为它大门开在太边边了 所以只有一个财位 就是冷气基底下的 好 钱拿去帮人的是不是漏财 如果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以内 帮助亲朋好友 或者他过去对你有恩 那你心里要想 我这个钱出去没回来也不要紧了 要有这种担当 跟这种心理准备 才把钱借出去 如果你借钱出去 对方一定非把钱还回来不可 我建议你不要借 因为借钱出去的那一天你开始烦恼 而且朋友也都做不成了 但是如果你有不失的心去帮助别人 那不是漏财 好 我们最后两个问题 宇阳你在FB卖商品 没有 FB没有卖商品 我只有 我们有一个Let's Go 那里有卖商品 那是一个很小的站 而且人数很少 那如果你怕上当的话 最好你下载宇阳真品APP 或者到我全省的门市 或者问我们的命理小老师 比较不会被骗 因为毕竟我的东西很受欢迎 所以诈骗集团太多了 好 好那我们就不要再回答问题了 因为已经很晚了 我的员工要下班了 请问现在几点啊 6点半 6点半是吧 是 好我如果再不给他们下班 我要付加班费了 所以对不起大家 而且他们也跟我一天挺辛苦的 也帮我 刚刚又帮我把紫棠拉做得这么漂亮 好那接下来呢 这个月的月底呢 我会在阳明山跟大家见面 是魔力之天佛母的法会 如果你能来参加尽量来 如果你不能你可以参赞 你可以参赞 你的名单就会在现场 我会帮大家做阉供 那祝福大家一定要身心健康 尤其越不景气 我们越要健康 那这样子景气好的时候 我们才有力量赚钱 如果经济不景气 你心情不好 你没有做学习其他的技能 或者你没有让自己更有体力的话 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就没有机会 你就掌握不住机会了 所以我过去几个月 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我都不断的在学习 英文啊日文啊 然后学唱佛曲啊 然后就是不断的给大家正能量 好 那最后这么多人 那我对大家很不好意思 那我现在就唱一小段 有正能量的给大家听 然后大家就可以陆续跟我说拜拜了 好 这有几乎将参 白马给萨东波拉 要曾求几年五十年 白马中的谢苏仨 口度康作梦碧阔 希望诸佛菩萨保佑你们 人生与世上有几个自己 都需要有意能成全 你转发作梦碧阳 我和你家的为人开 thin 不得可哟 中心对她的为人开灯 想到你的为人开灯 我和我离开灯 我和我那边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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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这首友谊之光就是绿岛小夜曲 送给你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祝你有美好的人生 幸福、快乐、青春 拜拜